今年毕业之后,我将仍然留在清华大学饶子和老师课题组,开展结构生物学的研究。 疫情期间,我们紧急公关小组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新冠病毒重要的把点蛋白,主蛋白酶的精体结构。 在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的同时,我们也筛选了一系列的药物,这也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。